2020年最後一次科學新知和大家見面 上個星期講完這個湯圓壽樹 京都大學很大的反應 我很羨慕你 為什麼你去日本呢? 你去得很合適 現在回看是 當然我不是在香港出發的 但是看到如果從香港出發去日本來的都挺窄 你不是只是說那個機票難 而是擔心會不會又要跟很多其它地方的人逼 我似乎選了一個開始逼 但是又未真是很逼 而且相對比較安全的情況之下去了 是啊 現在到我爬底了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啦 但是幸好就是我走遲些 我買的那個航空公司的機票都停了 就是剛才可能你有一點誤解 它裡面講一下10月30日之後 對中國的大陸的旅客 原來不是的 為什麼呢? 現在它這樣的部署 四班機 它有些航空公司不肯開航班 變了就 我現在都很問水的 我不知道其實這次是否去到的 是啊 所以這裡這樣講 什麼叫做科學防疫呢? 其實我想第一 優先就是看一下 對於那個醫療系統會不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或者你準備 遇到接下來的高峰的時候 你要怎樣準備好你的醫療系統 首先照顧好自己的人先 就不是說那些什麼政治後果啊 什麼東西就走在一旁先 那我想就是 現在當你看到 接下來可能是世界上突然出現很多高感染的人 會進來的 可能它對於你自己本身的國家的人 影響未必是很大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免疫了 但是始終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 都有它特別容易受到 就是受到襲擊的群體 長期病患者 老人家 還要在一個嚴冬的季節那裡出現的時候 我想就是大家很容易看到那個危機 所以我覺得負責任的政府 它對於這些這樣的可以預見到的一些危機 作出一些提早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是啊 無論如何 就是這三年我們都覺得很 我想是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年代 其實是的 是的 就是你那種全球化和瘟疫 一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些東西又彈來彈去 是啊 所以這個都是變成後來的科學回憶錄來的 就是可能過了幾十年之後 那些人會問回 咦 為什麼今天那些人的決策是這樣的呢? 是的 是的 很明顯 現在知道誰對誰錯 誰聰明 誰不聰明 大家心接它了 現在這些就好了 是啊 那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做了一節的2022年的回顧 我們今天都要兌現我們的情況 就是我們要回顧2022年 究竟有什麼科學上的突破 回顧今年呢 其實科學突破應該是很多的 就是我自己的記憶中是我們做科學生子 而是其中一年最多科學突破的年份來的 就是以我自己的印象中 有一些的實驗就是可能以前做不到現在做到 然後我記得自己有個口頭事不小心經常說的 嘩 又是出Nature 這個研究 嘩 又是出在Science 這些大期刊那裡 如果回顧我們從6月份開始 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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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節目 我想 其實在講不下十幾二十次這句這樣的說話 其實每個星期都有幾大的科學發言 當然了 到了年尾回顧的時候 看回原來很多都是我們科學生自己都提過的題材 要在這裏就這樣說了 都不斷重提一下上個星期的最後一節說的那些什麼 我們就集中回顧2022年度的那個天文學的突破 而天文學的突破最主要就是來自那個一個叫 飛鏢任務 我們現在有能力去命中一個很遙遠很遙遠 然後就是以一個非常高的精確度 非常高的速度 去打中這些這樣的天內隕石 於是我覺得一些科幻的東西就好像變成了科學 科技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以前經常說 七、八十年代怎樣推開一些運石拯救地球 這個東西 似乎現在我們是進行著一個可執行的階段 這個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上個星期提到的就是 就是那個James Webb那個望遠鏡 他基本上接下來就是取代了哈佛 成為新一代幫我們能夠 就是看天空更加清楚 和更加遙遠的一隻眼睛 那我們很期待就是未來的 不是只有一年 是二、三十年的時間 都是靠這個James Webb Territory School 就開我們很多的眼界 尤其是在一些比較軟的星雲 一些軟的不發光的行星那裡 我想會再多一些積極的發現 另外有些我們就輕輕帶過 其實我們對於能源那裡 對於核聚變反應的那個控制 又似乎有 尤其是那個叫做在激光控制的 那個核聚變有多了一個小小的突破 雖然那個就不大不小 但是始終是創了一個紀錄 在這個天文科學、物理科學裡面 其實就簡單的講 大體上就是這幾個大的貢獻 有一些也都是過往比較大的發言 今年就得到承認 譬如說如果留意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就搬了給這個量子糾纏現象 那它這個東西是原本由一個 大家辯論的一個學說 變成一個正式的實驗 可以驗證的一件事 而這件事還會將來有潛在應用 在這個量子電算、量子加密那裡會有一個應用 這個可能在講的 未來的那十年八年 又會看到這個量子糾纏技術 就會在物理學界 和這個計算機科學這個界別裡面 就大放異彩 那這就很快的講回物理科學 天文科學那裡有今年的突破 但是我今天的時間 我比較想留一講 其實很多的比較貼身 可能是在生命科學層面的那些突破 我想今天要多學這些 我們都知道香港最近有一個新聞很大的廣泛報道 就是一個技術大的女嬰 她因為那個心臟病的問題 她接受了在大陸的一個心臟 結果成功就移植了 我想這個是其實一個很普通的個案 但是現在那個器官的移植 其實差不多已經變成一個很 我甚至懷疑是開始變成一個產業的 就是爲什麽我們會做到這件事呢 那這裏也是 我這裏會很多時候發覺 今年有很多事情 由科幻變成科學 就真的越來越多的事情成真 那爲什麽又要講這一句呢 那需要想一下 以前我們看到很多時候的醫學新聞就說 哇 我們能夠做器官移植 那已經是很大的新聞很厲害了 肝可以移植 接著那個心臟可以移植 甚至乎肺都可以移植 爭在腦我們還沒做到 然後就是有些甚至乎最近有一宗 是講的那個雙手 兩個雙臂 剛剛這個禮拜新聞 又是移植了去一個新的人身上 那其實呢 你這些東西 能不能夠移植來移植去呢 就算由普通的普通常識那裡想 你都知道有很多的技術問題要解決 那我就知道就是說你要有人移植 就是要有人捐 有人捐的話就要很不幸 有人就遇到一些很急劇的意外 然後就 就是家屬的傷痛都沒接受到這個消息的情況之下呢 那就要在他們的親人身上拿走器官 那可能大家身上也有裝著這個器官捐證證 但是就算有這樣的證 是不是代表著你 就最後一定能夠把你的器官捐到給人呢 就是當然首先就是希望自己 就是不要有什麼意外先 但是大家是不行的 其實都很難保證你一定捐到那個器官給人 因為首先就是說那個保鮮的問題 另外就是本身它的血型啊 免疫系統會不會排斥啊 那些實際上執行技術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首先第一件事 我知道是適合我 我怎麼能夠保鮮 那這個很簡單 以往我們只有一招而已 雪著它 冰著它 是不是 那些腎 心 肺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好了 你冰得多久呢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就是 因為始終你雪著它的話 你只能夠阻慢它那個腐敗 但是你不能夠逆轉 所以一直有人去想 我有沒有辦法弄一個機器或者一個衛生裝置 是令到我的器官是可以保持著新鮮 從而令到它呢 就算是死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都可以呢 這個器官呢 繼續是適用的 可以移植到最後是能夠生存下來的 那其實今年來說 一個比較大的突破呢 就是那種呢 保存器官新鮮 那種專門為某些器官而設的衛生裝置 這個技術呢 是有了一個突破 從而令到那個時間 是拉長到 原本是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拉長到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那其實如果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的話呢 那其實就正如你所說 將來就有機會成為一個產業了 就是甚至乎是可以一個跨地域的產業了 就是你不是在限制 在本地有人終於有個器官捐贈者出來 而是可能就是說已經是去到其他國家 如果大家那個基因的資料庫是互通的話呢 那支隊有合用的器官呢 你就可以去要求去拿一些更加遙遠的地方來的器官這樣 那這個就很有賴著就是說呢 就是今年的那個發言 但是現在這個這個發言呢 都還是很停留在一種 就是私人公司研究拿專利的階段 那究竟裡面是一種什麼的配方 能夠令到那些這樣的器官保持著新鮮 可以暈得更加遠呢 那這個是多多少少牽涉到那個商業機密 但是背後的科學精神來講呢 就是其實我們對於那個器官怎樣維持維生 那個的機制呢 我們是掌握得更加好 那譬如說以前呢 我們就純粹凍著它 但是你都知道的 那個器官自己本身 如果它的細胞不想消亡得這麼快 你要維持供應氧氣給它 維持將它的廢物能夠排得走 那就是說呢 你最好將它就算不是駁在一些血管裡 你最好浸著那個液體 那個液體本身是能夠給它一定的營養 然後很有趣的 有些器官甚至乎你最好給一些特定的動作給它 於是令到它可以整個那個 其實可能動它就純粹令到它裡面的滲透更加有效 那個吸收營養和那個排污呢 就更加有效地去繼續維持 那所以呢 在這裡就是說 你能夠找到一些正確的液體來去浸它 浸得久一點 其實已經是說的 令到那個器官移植的可行性 維持得更加久 它可以捐贈給更加遠的人 它生存得更加久的時間 或者有一些本身 可能那個捐贈者本身 它身體的機能未必是太好 但是如果那個器官能夠維持 在它比較巔峰的狀態的時候 那可能它的捐贈的能力 就是成功率又會更加高 那所以就 這個其中一個 其實有個名叫OrganX的工程 其實在今年就會看到一個大的突破 是啊 那現在那個最新的發展 你是不是說那個基因方面只要合適了 還有加上那些免疫的反應 將它降低了 就已經差不多可以完成了這個器官移植 其實這裡簡單的來說 可以就說是 其實當初 最初我們去做器官移植的那些實驗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原來 原來不只是血型夾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發現那個血型夾不夾是很容易的 就是那些血混合的時候 有什麼反應 我們大約知道那兩個人的血型夾不夾 就算我們知道那個血型夾不夾 然後再移植下去 都發現會有些排斥的反應 因為始終那個器官自己本身 它有一些自己的細胞特性 是會跟其他人身體上的免疫系統不同 於是別人的免疫系統會將這個外來的器官 當成為一個敵人去打擊 曾經想過的方法就是 不如我壓低免疫力 那的確是可以令到那個排斥的反應是少些 但是具體上 你怎樣能夠令到最後能夠夾得到呢 那你都不可能一輩子不停去抗爲青藥 那就只能夠在基因層面上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器官是基因上面比較接近 從而令到那個排斥的反應減少呢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說 至少要是親屬的器官捐贈 如果不是親屬的器官捐贈 那個能夠混合的基因就很低 就算是親屬都不代表著一定可以 因為看看你的遺傳基因 下一代撿了哪條醜而已 最後可能裡面的器官 下一代的器官 或者怎樣也好 上一代下一代是不同的 原來都是會有排斥的 這個就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所以這裡又去到另外一個 我們講的另外一個話題就是說 其實在今年一路比較大的突破就是說 人類怎樣用這個基因剪接技術 去直接把一個器官的基因都改了下來 令到最後出來的那件器官 更加適合那個受助者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這裡有突破了 這個問題我們留下一節回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一節再見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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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